花林县复理乡 台铁旧东里火车站 铁马驿站旁的道田 出现了一幅巨大的大地画布 呈现黑绿黄白几何的图案 在阳光的照耀下十分吸睛 自从疫情解封之后 也成为了摄影爱好者以及游客 拍照打卡的新圣地 原来是旅英国的阿美族艺术家 优席夫的作品 也是纵管处推动主题旅游的创意之一 从高空看下去 壮观几何图的彩绘道田 自从疫情解封之后 成为摄影爱好者以及游客的拍照 打卡新圣地 原来最不巨大创作是来自 旅英国的阿美族优席夫 优席夫说他也是第一次在道田里创作 是目前我创作艺术的当中 装置艺术应该是最大见面了 哇好好去的 旅英国的阿美族艺术家优席夫 作品名称来自山的礼物 以三座不同行文的山脉来呈现 分别代表山的眼睛 山的果实 山的宝藏以及太阳 山如同母亲一样 孕育山川野生动植物 希望透过这个作品呼吁大家 继续祖先不向山中强取豪夺的精神 珍惜大自然 今天看到自己的设计作品 可以这么大幅的被呈现 心里面有很多的感动 而且应该算是更多的兴奋 哇 时间拉回两个月 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管理处 当时处长郭振林带领40多位同事 捐起库馆夏田插秧 郭处长说这是他的插秧处理性 花东纵谷风景管理处推广2020 几粮山脉的旅游年 邀请优席部设计稻田彩绘图案 并选在冬里填满驿站种植彩绘稻田 经过三个月的稻子成长期 终于成长明显图案 吸引许多民众到此派照打卡 由于活动初期受到武汉肺炎引起影响 因此没有大力的宣传 华联有两期到作 这一期预计7月中旬收割 下一期10月收割的时候 将以秋收风谷的异象 结合自行车道 以及大地时装秀的活动 记者高双双 副理采访报道 弟导找报道 林氏贵 振 autour